这里是中国的东北 它拥有5.6亿亩的耕地 几乎占中国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有四分之一的粮食产自东北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东北 有着亚洲唯一的黑土地 就是这宝贵的黑土 现在正在迅速的消失 在未来不到20年中 中国东北的黑土地将会消失殆尽 那么到底是谁在偷走中国东北的黑土地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正在消失中的黑土地 在中国的东北 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 在这里形成了亚洲面积最大的黑土地 那么为什么在亚洲 只有中国的东北地区 形成了这么大面积的黑土呢 我们就得先聊一聊一下 形成黑土的先决条件 那么形成黑土的一个重要条件 就是当植物死亡了以后 这些植物的尸体不能够迅速地腐败被分解 因为它们如果被迅速地分解呢 就形成不了在土壤中的养分 而是直接被自然环境当中的 其他的动物或者植物所消耗掉 那么在中国呢只有东北地区有这样的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 因为这里到了冬季呢大雪迷面并且气温很低 在这样的气温下呢 微生物无法把当年所生长的草类或者说灌木呢迅速地分解 所以就被一层一层地积累在了东北的这个草垫之下 这样一来呢就更加隔绝了氧气 从而让这些氧分呢长年累月地积累下来 在东北没有完全被开发之前呢 这里绝大部分的地貌呢是草原化的草垫和森林 按照现在的估算呢 东北的黑土地大概开始形成于10万年前 按照现在的分析呢 每一厘米的黑土需要有300年时间才能够形成 那么在中国东北地区呢 大概有103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呢 有黑土的覆盖 但是在黑土当中呢也分有不同的等级 在这103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当中呢 其中有11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呢 是质量最好的被称为典型黑土的黑土地 那么这11万平方公里的高质量的黑土地呢 都分布于黑龙江呢和吉林境内 这11万平方公里的黑土 是质量最好含肥力最高的黑土 而且平均的厚度都超过了80厘米 有的地方呢甚至超过了一米 这在全世界范围来讲呢 都是质量非常高而且厚度非常深的黑土 那么在东北其他地区所分布的黑土 也就是这103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地呢 也被称为黑土地 但是不论是厚度 还是土壤当中的肥料的质量呢 都有所下降 但是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相比 我指的是中国的华北或者南方地区相比 这些黑土呢依然是高质量的土地 中国呢为了保证农业生产 以及粮食的自己租土呢 画了一个18亿根亩的红线 这18亿亩耕地呢相当于是12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那么相对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来讲呢 中国为了保证粮食的安全 需要保证有1%以上的国土是耕地 但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 想要保证这120万亩 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目标 因为在中国的南方跟东部地区呢 人口极其稠密 在这些地方呢 大量的土地被用来开发房地产 以及盖工厂的厂房 所以在中国的东南部呢 想要保持耕地面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且因为长年累月的开发呢 中国东南部的这些耕地的质量呢 都不是很好 中国的耕地呢 大概被分为15等 而在中国东北的这5.6亿亩土地呢 都是在一等到四等之间 也就是非常高质量的耕地 所以可以说呢 中国东北从自然资源的角度上来讲呢 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大粮仓 是中国能够实现粮食安全的重点保护地区 因为这里不仅仅有质量高的黑土地 而且耕地的面积呢 还在增加当中 因为现在在中国东北地区呢 人口在逐渐的减少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中国东北的粮食产量呢 只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但是占商品粮的产量呢 却占到了三分之一 这里我要说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商品粮呢 就是说你这个地区生产出来的粮食 刨去自身所消耗掉的粮食 能够对外进行销售的粮食 也就是剩余的粮食 因为人口的减少呢 东北每年所消耗的粮食 正在逐渐的减少 那么从整体来讲呢 东北向其他省市能够所输出的粮食呢 就在足年的增加 而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很大的粮食生产省市呢 并不是因为他们粮食生产量少 而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人口数量非常大 绝大多数这些省所生产出来的粮食 都被自己所消耗掉了 比如说像山东河南或者四川这些省市 他们很多都是粮食生产大省 但是因为人口众多 绝大多数所生产出来的粮食呢 在解决本省内部的粮食消耗 所以这么看来呢 中国东北对于中国粮食的安全呢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它拥有中国耕地质量最好的黑土地 它的人口在逐年的减少 它能够向外所输出的粮食呢 还在逐年的增加 所以中国东北呢 可以说对未来中国的粮食安全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么同样对于承载着重要一环的黑土地来讲呢 它的健康与否呢 对于中国的粮食安全也是重中之重 但是就在现在呢 中国的黑土地每年都在以2到10毫米的速度减少 这是每年减少的速度 按照现在的速度来讲呢 大概在20年左右的时间 在东北的某些地区呢 可能就见不到黑土 那到底是谁在偷走这些黑土地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 在网上有很多的报道 有很多的人在偷盗这个中国的黑土 那么这些倒挖和倒卖的行为 是不是中国东北黑土地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呢 答案当然不是 因为导致东北黑土地大量迅速消失的主要原因呢 其实是两个 一个是水土流失 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中国进行了上千年的耕种习惯 我们先来聊一聊水土流失 因为黑土这种土地呢 它是非常松散的一种土质 里面的有机质含量呢非常的高 那么就是这种松散的土地 在它原始状态的时候 在这些土地面上面呢是覆盖着有草原或者说森林 那么进行农业生产了以后呢 这些草原和森林被扒开 当这些松散的黑土呢裸露在空气当中 并且有降雨形成的时候 这些降水呢就会自然而然的带走大量的黑土 所以在中国东北的很多黑土地区呢 可以说是沟壑遍地 仅有可能因为一场大雨呢 就把一个只有20厘米宽的小口子变成一个一米宽的大深沟 有些地区的深沟呢 甚至达到几米甚至十几米深 比如在东北的滨县 这一个县里就有一万两千多条青石沟 而这些青石沟的面积呢都在不断地增加 所以水土流失在东北呢 带走了大量的高质量的黑土 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在黑龙江的出海口呢 发现这里有大量的鲸鱼 常年累月的在这里活动 就是因为黑龙江的江水里面有大量的有机质 而这些有机质呢 在黑龙江的出海口呢 形成的有机质 吸引了大量的浮游生物和海洋生物在这里 那么灰青发现这里有足够的食物 就一直生活在这里 水土流失呢 是对东北黑土地的一个威胁 另外一个威胁 就来自中国有上千年的耕作习惯 那么根据中科院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调查呢 在东北农民会把每年所产生的积改呢 从土地上全部移除掉 并且在每年的收割以后呢 升翻这里的土地 就像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 当然其中呢 有很大的生活习惯的原因 因为在东北呢 天气非常的寒冷 以前呢 就要把机杆当作燃料来取暖或者做饭 但是现在呢 绝大部分地区呢 是不需要使用机杆来当作燃料的 但是当地的农民呢 依然保留着这个习惯 要把每年的耕地呢 收拾干净 而升翻土地呢 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呢 这绝对没有问题 因为升翻土地呢 可以让土地呢 保持健康 但是在中国东北 这种黑土地不适合升翻 因为黑土地的厚度呢 在100年前 大概是平均60到70厘米 那么在现在呢 平均的厚度大概在20厘米左右 如果进行升翻土地呢 会把黑土地下的杀质土壤翻出来 和高质量的黑土进行混合 而且升翻的土地 经过雨水的冲刷 或者风吹日晒呢 土壤中的有机制呢 会迅速的消失 从而加速黑土地的退化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在中国其他地区 保持了上千年的耕作方法 在中国的东北 恰恰成为了黑土地的杀手 在水土流失 本来就已经很严重的东北呢 从而加速了黑土地的消失 那么水土流失和耕作习惯呢 这两点才是中国东北黑土地 迅速减少的罪魁祸首 如果我们放眼全球 在世界范围内呢 还有其他三块黑土地 它们分别是东欧的乌克兰 美国的密西西比 以及阿根廷 而在历史上呢 东欧的乌克兰和美国的密西西比 也都曾经面临着黑土地迅速退化 以及减少的威胁 在上个世纪的20和30年代呢 都形成了非常恐怖的黑风暴 有可能一次风暴过后 表面黑土的厚度就可以减少5到10厘米 对于同样也是东欧和美国粮仓的乌克兰和密西西比来讲呢 也是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 这两个地区就开始颁布法律来保护黑土 并且进行了严格的轮耕和修耕 每一块土地呢 都不可以连续耕作 在耕作几年以后呢 就需要让这块土地进行休息 所以现在呢 在美国有36%的土地呢 是进行轮耕或者免耕 这些方法呢 都是有效的能够保护土地 让土地恢复肥力 恢复自然状态的有效手段 但是这些方法并不适合中国的东北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中国拥有14亿人口 而为这14亿人口提供足够并且安全的粮食呢 是中国这片黑土地的重要任务 因为在乌克兰和密西西比 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黑土地区所种植的粮食呢 绝大多数都是进行出口和贸易的粮食 并不是为了保证乌克兰当地 或者美国本地的人口的粮食安全 但中国东北的黑土地呢 为整个中国提供了三分之一的商品粮 中国东北的黑土地 没有办法像乌克兰或者美国 这样进行大面积的轮耕 甚至修耕 所以中国的农业专家和科学家呢 只能另辟蹊径去想其他的办法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呢 就是在工地周围呢 用上根系发达 可以巩固土地的植物 这样呢就可以减小水土流失 并且在已经形成了的新池沟周围呢 植树造林 用树的根径呢 来固住土地 这样呢 能够更加进一步的减小水土流失 当然对于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并且已经不适合耕种的地区呢 就直接退耕还林 让大自然的手呢慢慢的来修复这些地区的环境 为了解决工作习惯的问题呢 中国农科院呢 专门开发出了一种专业的播种机器 这种机器的特点呢 就是在播种时候呢 不需要移除土地上的挤杆 也不需要进行深藩的土 在直接就可以在有挤杆 甚至根系还没有被移除的耕地上呢 进行播种 并且他们鼓励农民在秋收的时候呢 不把挤杆从土地当中收走 因为现在呢 即便是农民也不需要烧挤杆来取暖或者做饭 以所有的挤杆以及农业生产当中所产生的所谓废料 这些废料呢 其实都是来源于土地当中的有机制 这些废料呢 被留在了土地当中 被土地当中的微生物进行分解 从而丰富和补充了土地当中的有机制 这种方法呢 叫做挤杆覆盖免耕技术 在这种技术所推广的地区呢 当地的黑土地的有机制呢 在逐年的恢复当中 同时每一块土地所使用的化肥量呢 都减少了50%以上 可以说既保护了黑土地 也减少了农民在耕地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支出 这项技术呢 已经在东北呢 推行了几千万亩 并且在未来五年当中呢 要把这项技术推广到 1亿亩以上的耕地当中 所以对于提供了中国 三分之一以上的商品粮的东北来讲呢 它的黑土地的安全和健康呢 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呢 我们没有办法像乌克兰或者美国这样呢 进行轮耕或者免耕 因为对于中国来讲啊 每一亩耕地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呢 绝对不可能把自己的粮食安全呢 压在进口粮食这一点 进口粮呢 只有可能是对自产粮的补充 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几次大饥荒都告诉我们 粮食的安全是保证老百姓能够幸福生活的重要前提 这里呢 我们真的需要感谢那些为了保护黑土地 而辛勤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和农民兄弟们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 这个国家的人民呢 才能够安居乐业 全社会呢 都应该来关心中国的耕地安全问题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